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莎莎 希望呢就是我的鼻子可以看起來更甜更好看 所以我們就用這次的耳朵 我們取這邊耳朵的耳軟骨 然後去做鼻子的重修這樣子 我上次的龍筆我選擇的材質是字體肋骨 現在的話沒有發炎 這樣子術後已經三年多 目前沒有任何的問題 所以我還是很信任醫師 然後找邱醫師去龍筆這樣子 目前做完是三個月了 然後很滿意 然後我真的覺得就是我朋友都還滿喜歡 而且又覺得說鼻子 不會說就是它是有角度的 對然後你們看就是它是有點翹的 然後是真的是像韓國女生一樣 很漂亮我很喜歡 像很多人他之前可能因為貪小朋友省錢 然後可能做矽膠的人的話 我就會建議他說可以像我一樣去做耳軟骨 因為像我可能最近可能會有應酬啊 很常熬夜喝酒的人 然後就會可能大家會很容易會有排斥或傳出的問題 但是呢我的鼻子是 是因為是自己的材質 所以比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而且現在已經束後四年 再加上我現在又再重修 再加更立體一點 所以到目前為止都沒有任何傳出 或者是其他不OK的問題 所以我很相信邱醫師 所以我都很放心的給他做 謝謝法喬讓我更愛自己 大家好 我是法喬醫美診所總院長邱俊彥 以下是我們法喬的會教時間 請大家相約制卡